新闻王, 亦会报告 这里是河南越语频道 已经报告2 23号的晚间新闻 首先是江苏省伯害母亲事件 关于江苏省徐州丰怨伯鞋母亲事件又有新发展 今天,新成立的江苏省调查组发布了第一份调查报告 但被网民讽刺是先前第二、第三份和第四份市政府报告的加长版 维持了原来的结论 下面,摘录一份亲大陆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署名 署名,刹客的评论文章 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今天23日发布封园生育伯鞋女子的最新调查通报 说经过遗传基因的对比,确定铁链女伯鞋母亲羊某盒 就是小花梅 通报说,她从云南省福贡院瓦谷村被拐卖至江苏省徐州的封园 三次逆手,最终被现任丈夫董网民的父亲买下来 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和虐待 另外有8个人涉嫌拐卖 他们或被拘捕或清除搜查 封园的院委书记、院长等17名公职人员 因为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 对管核范围里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策 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落实不利 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及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 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及放任不管等等 纷纷被撤职与免职 这条似乎是说该查的都查了 该处置的都处置了的通报 被媒体大量转发 事件一时之间颇有陈埃落定的感觉 虽然网上初时不法对这次调查结果 较为信任认可的声音 但仅仅过了半天 新的质疑又接动而来 怎样说都不信 虽然官方通报已进行DNA比对 并解释杨某俠近照从抖音视频中截取 经过收图后流传到网上 与实际容貌有差异等等 经过公安部人像鉴定 确定杨某俠就是小花梅 但网民似乎并不买仗 有视频今天下午发布了一个 杨某俠在医院休养的视频 本意是相信 要澄清早前有关杨某俠人身安全 成疑的传言 评论区有大量网民 质疑这个是否摆拍 更有大量网民截取视频中杨某俠的照片 与早前流传的结婚证图片做比较 对她的容貌进行比对 有网民就风痴说 铁链链越活而年轻 鼻歌亦挺直 眼睛亦更好汗 徐州风软衣美举世无伤 代价只是牙周炎 比去韩国好多了 针对维传机印的比对 亦有网民要求公开更多的细节 包括要求官方澄清 这次用来比对作出结论的DNA 样本 以及血液样本 是否调查组重新取得 还是用原来先前旧的样本等等 有网民说最新通报看完之后 觉得应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但不知为何 仍是有一种隔虚羞氧的感觉 更加有一些阴谋论者相信 官方将揭尽所能 甚至不择手段的平息事件 总的来说 部分网络舆论似乎与官方 咬颈咬上 无论是理性或感性 总有一种不肯罢优的架势 官方的公信力失去了 最新的通报中 无论是DNA 对比 或是对杨某俠的精神牙齿健康的鉴定 当局都举出了至少三家鉴定机构的结论 用力说明请相信我 但藏在相信我背后的就是不相信 无论是通报表述或网民的反应 无疑反映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而这并非是空月来风 其中最大的问题当然是 封远徐州市早前发布的四份通报口径不一 一心一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导致网上讨伐的声浪黏绵不绝 正如一名网民说 狼来了才三次 现在不信能够怪我吗? 针对杨某俠就是小花梅的定论 更有网民说 这已经是第五版所谓的真相了 此外官方手动降温 或者亦为事件带来更多疑运 江苏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专案调查小组之后 事件相关的文章和评论不断被删除 1989年出版的《古老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几十一书》被下架 微博热手关于徐州方面的热度 疫情断崖式的下跌 还有网民爆料说 铁链女杨某俠的住家甚至整个村子已经被围封了 不再允许外人靠近调查 其实不难想像在近乎失控的舆论中 政府自然想要 采取一些手段降温 但看来 这又催生了新一轮信任危机 对于铁链女的悲剧 历经24年并没有及时发言制止 被辞职的封院院委书记刘海 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采访时说 作为地方的主要官员 我感到很愧疚 这种愧疚将伴随着我的下半生 但有境外媒体形容说 这事件是典型的塔西团陷阱 因为前四次官方通告的破绽 一再被统破 公权力失去公信力 这样 不管后来说什么做什么 官员表示惭愧和内疚等等 民意恐怕很难扭转过来 文章还说 并没有说出口的那些事 还有人在做吗? 说完了通报里面提到的事 再来说说没有说出口的那些事 董某文只涉及非法区间和虐待吗? 比精神病患者几乎一年就生了个小孩 算不算强奸? 丰厌还有没有其他被拐卖的妇女? 拐卖妇女的罪名 还是只等同于非法购买 而实际夹拐吗?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的负责人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透露 徐州市接下来将按照统一的部署 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群体权益的问题 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在全市范围里面 尽能桑枉清格 至于怎样部署 报道就还没有透露 文章最后说经历过这次 铁链铛女白鞋母亲事件 很难想像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 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讲到底 中国官方会否有实质性推进动作 跟随拐卖妇女的恶行才是全民最关心的 讲了这么多 最后黄锦鸿归纳一下 总而言之 今天江苏省官方公布的这份报告 网络上引发的仍然是我不相信 在网络上微信圈子 有很多华文媒体的同行 都用不同的方式 委婉地表达这个信念 这里是荷兰语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刚好听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知会你们的亲戚朋友 回来看看荷兰的消息 昨晚在阿姆斯特丹来自广场 苹果手机店发生了劫持人质事件 持续5个多钟后 事件结束 劫持者被捕 无人伤亡 昨晚下午5点30分左右 一名持枪的男子 走进来自广场的苹果手机店 他穿着迷彩服 携带着一支长枪和一支手枪 进入之后 他立即将某人扣为人质 后来清楚 这是一名44岁的英国人 这个男子一直用枪指着英国人 在警察到达之后 这个男子立刻用自动武器向警察开火 警方说 至少开了四枪 除了手中的自动武器 这个男子 还随身攀带了一把手枪 亦可能穿着炸弹的背心 几个小时后 在人质 趁着劫持者 拿喝水自制 切发逃脱之后 劫持者也企道逃走 在晚上10点30分左右 被警方的一辆汽车撞到 将他逮捕 人质劫持者是一名27岁的亚姆斯特丹人 据推测他是单独行动 他要求提供价值2亿欧元的加密货币 以及比他安全离开 另外劫持者是荷兰超市奥格汉的送货员 今天 警方证实劫持者身上的确有爆炸物质 但并没有处于会爆炸的状态之中 警方将做进一步调查 看看疫情消息 欧盟为接种了印度或中国疫苗的旅行者 闯开大门 从3月1日开始 欧盟将欢迎接种了世界卫生组织 批准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 进入欧盟 27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取消 来自欧盟以外的非必要旅行限制 包括注射了中国和印度疫苗的人士 到目前为止 欧盟已批准了 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等等新冠疫苗 不过 世界卫生组织还批准了 中国制约公司国药和科兴疫苗 印度公司 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 和阿斯利康印度工厂的疫苗 不过 外国的旅客必须在抵达之前 至少14天完全接种了疫苗 亦欢迎 不长于180天之前 从新冠肺炎中康复的人士 但 欧盟成员国仍然有可能施加额外的要求 比如要求阴性检测结果或抵达后的临时隔离 另外又看看荷兰对疫情的看法 荷兰疫情数字进一步下降 荷兰市议会选举不再需要戴口罩及保持距离 与过去两年的选举相比 3月份的市政府选举将采用更少的疫情措施 新的放松措施将在星期五生效 荷兰内政部长斯洛特 自信给第二院 在即将举行的市政府选举中 不再强制提出额外的要求 比如必须戴上口罩 以及保持1米半的距离等 不过为了分散选民的集中投票 让人们有机会寻找安静的时刻 投票分三日进行 分别是3月14日、3月15日和3月16日 荷兰刚刚送去三次大风暴 星期四又翻封了 由于大风 荷兰气象台再次宣布星期四的黄色预警 程度比前三次稍为低一点 可能会出现时速75公里左右的震风 主要发生在震雨期间 风向是西风 如果存在危险天气的风险 荷兰气象台就会发出预警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 还发布了橙色甚至红色预警 表示 出现了极端甚至高风险的天气 星期四发布的是黄色预警 最后看看荷兰贫富原始的情况 有些平均屋价是100万 但也有20万就可以做业主了 从荷兰统计稿和土地住宅处列出的每个城市房价可以看到 去年荷兰首次有城市 房屋平均售价超过100万欧元 其中富豪明星居住集中的城市 在北荷兰省的伯拉利库 屋价最高平均是106.7万欧元 布鲁门道以108.8万欧元紧随其后 这两个北荷兰省的直车市 是仅有房屋平均售价超过100万的城市 但在北部格罗尼金的皮格拉 当地的房屋最便宜 平均是20万欧元 皮格拉也是2020年房价最便宜的城市 当时平均只需要16.4万欧元 就可以在那里置业 去年整个荷兰房屋的平均交易价格 是38.7万欧元 比一年前多了5万多 在10个屋格最贵的城市当中 有7个在北荷兰省 在屋格最便宜的10个城市中 4个在格罗尼金省 有3个在林堡省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